首批AZ疫苗在22号开始在全台湾57间的医院来开打 你敢打吗 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带头来施打 但是针对了北市部分台北市议员汪志斌 发现有医院接种AZ疫苗的医护人员是5816元 比例只占了23.1% 这个数字其实是不高的 其实来看是汪志斌他就调阅资料了 发现政府大费周章搞大内宣 让苏贞昌陈时中接种的疫苗画面在各大媒体大量曝光 不过实际市场状况却似乎不太如预期 政府倒不如应该把时间跟精力用在解决各界对疫苗的 包括疑虑方面而且要设法提高接种的比例 包括柯文哲台北市长柯P 他今天也回应说第一线医护 这可能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也许有更好的疫苗 第二个则是因为台湾防疫成功 目前没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才会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过其实大多数医护私底下可是透露说 副作用似乎蛮多的 对疫苗也很有疑虑 他们宁可再多等一段时间 等到台湾进口的包括辉瑞 莫德纳再来施打 不过其实AZ疫苗3月20号开放接种 国内新增了5例不良的反应 感染科主任医师王润贤就分享自己接种心得 他表示这个病毒疫苗接种对于台湾是好的经验 请带你来听 昨天我在医院接种了AZ的新冠病毒疫苗 那这个疫苗是一个腺病毒疫苗 那在以前台湾所有的疫苗里头 从来没有过腺病毒疫苗 所以这个接种的经验 算是我们台湾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 那昨天接种过以后 大概四五个钟头 人就感到相当的不舒服 开始全身倦怠 肌肉酸痛头痛 那这是个标准的病毒感染的表现 那因为它是活的疫苗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在意 就本来就会这样子的嘛 那可是晚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 那就是膀胱炎 就晚上的时候 我一个晚上可能要上厕所 上个大概七到八次左右 所以这个的话 刚好如果我们回想起来 这个是个腺病毒疫苗 腺病毒本来就会引起结膜炎 肠炎 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膀胱炎 本来就会有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膀胱炎的症状 在我们指挥中心里面的那个 那个症状的表里面 其实也没有包括这个膀胱炎的症状 那对于这个腺病毒疫苗 我们应该超越 就是所有疫苗的这个概念 还要包括腺病毒的这个感染症状 也要列进去 这样子比较合适一点 好可以看到 就是王任行医师 他其实在打完这个疫苗 也出现了副作用的情形 其实国内开打了AZ疫苗 北部某个医学中心传出 这样也有护理师出现了 非常严重的是过敏反应 指挥中心发案人呢 庄仁祥说 这位护理师有过敏史 施打完之后呢 出现发热 吸不到气 喉咙很肿 心悸 在脸部颈部胸前 腹部都出现了蕴麻疹 到底是不是严重过敏 还要再判定 不过目前仍然先归类为 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本身对这个食物 包括鸡蛋跟花生 还有这个 止痛消炎 就是非类固成的止痛消炎药类 还有这个抗生素等药物过敏 他有这些过敏史 那没有其他的慢性病史 那这次在接种前 他有主动告知 这些相关过敏史 接种疫苗之后 他就是到休息区去观察 所以是在接种后五分钟 自觉有发热 吸不到气 喉咙 喉咙肿心悸的症状 所以 现场的医护 现场的医护人员 就对他做进行这个 身体评估 那发现个案在 脸部颈部 胸前 跟腹部 有出现蕴麻疹 有四肢无出疆或无力的症状 那另外还有心薄过速 血压偏高 所以他比较不像这个所谓的 过敏性休克 那至于他会被归类到所谓的 严重过敏或是急性 急性的全身性过敏反应 那这个部分就是有人认为是属于 所谓anaphylaxis 就是严重过敏反应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医师 他会认为是只是急性全身性过敏反应 但是在以这个个案而言 那这个个案其实他是因为有这个 过去有食物跟药物的过敏史 所以类似像 像这样的打人疫苗之后 也立刻在观察30分钟 有做立刻的一个 给药的措施 他给的药其实是抗鼠滋胺跟类固醇 所以不是给这个 肾上腺素 后续到底这一类会归类于 到是不是会是 所谓的严重过敏反应 最后会由这个 我们的ADR的中心 他做进一步的一个研判的判定 那现在是先暂时归类到 所谓的其他的 其他严重不良事件这边 我们如果观察 韩国他接种A例疫苗 大概是万分之1.25 也就是说接种1万剂 可能就会有出现1剂 那我目前大概接种5000多剂 当然这1万剂之内都有可能接种 而且这个个案比较像是他因为有过敏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到底 如果说是也看不出来 他同批号的这个施打的其他人 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比较看起来比较像就是一个 一个 比较稀少的一个偶发事件 先暂时归类到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这跟严重就是严重不良事件的差异会是在哪里 这所谓的严重不良事件 除了其他严重不良事件之外 还有死亡 危及生命 造成永久性的残疾 胎儿永久性畸形 或是导致病人住院或延长病人住院的时间 这个部分 所以这是另外其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严重事件 过敏史 他过敏的是那个药物跟食物 那到底会不会对这个疫苗过敏 当然不知道 而且这是第一个病例 其实在那个注意事项有说 如果你第一次有出现严重过敏的反应的话 那就不建议 不建议再接种第二剂 蛇 蛇 蚊ers самых重复合